大家好 刚才看了袁老师的视频 袁老师又出来了 最新视频是什么呢 北洋水师 我大概听明白袁老师意思了 就是改良派 学西方西式的改良派 被传统派 就是翁同河为首的清流 这帮人打压 我大概听明白了 就是说 学西式现代文明的 这些人被人祸害了 就是被人耍了阴招 是不是 本来不能打甲午海战 结果呢 也去打了 硬头皮去打了 战败 结果所有的锅呀 都甩给了这个北洋水师 甩给了这些洋务派 我没听错吧 大概就是意思 但是呢 我觉得有点片面 袁老师呢 说的有点片面 我觉得袁老师自己可以思考一下 为啥呢 你说翁同河 是故意知道你不能打 让你去打 甲午海军知不知道自己不能打 这个比翁同河知道能不能打 更重要 是不是这意思 就人家别人说你这个行还是不行 和你自己知道你行还是不行 哪个重要 当然是你有自己自知之明的 你知道这个东西能不能上 但是甲午海战 大家可以看结果 甲午海军从头到尾 没有打过一场胜仗 甚至没有击沉过一艘敌军军舰 连快艇都没有击沉过 你说这种 这种海军 我也不说这个洋务运动啊 那帮甲午甲午的这个水军的这个水平到底如何 甲午这个 北洋水师的这个作战能力 我就说啊 翁同河 如果都知道你自己实力不行 那你自己是不是应该更知道你实力不行啊 对不对 你本来翁同河是什么 想要坏你让你去打 我知道这个甲午水军水平不行 我去打 翁同河都知道 你的敌人都知道你没那个本事 那你自己呢 你甲午海军就是这个 北洋水师 你们自己知不知道你们没有这个作战能力啊 如果他知道 还是吗 咱说说底层逻辑 如果甲午这个甲午战争的时候 北洋水师第一 他知道自己没有作战能力 知道自己没有作战能力会干什么 会把什么所有优势兵力集中到自己对自己有利的位置 然后既然知道自己没有能力 他会什么 保存自己实力 然后去打一些歼灭战为主 至少会击沉个一搜两搜 对吧 我知道我大面积打开了 跟你去布阵打 我肯定死啊 我知道自己能力啊 不够吗 那我就集中优势兵力打一些这个 什么歼灭战 或者是袭击一下对对方的运输船队 这对我不也有利吗 因为我有自知之明 我知道自己打不过 那你再看这个这个北洋水师这帮人 他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 李同罗军 两种情况吗 他第一种情况知道自己打不过 第二种情况 他不知道自己打不过 不知道自己打不过 那就是什么 像开战当初一样 大面积撒网 把自己那个船和什么 日本那个船化成等号了 最后结果呢 一艘船都没击沉 他如果集中优势兵力去击 打击敌人最弱的船 他没准还能打沉一艘两艘船 反而这个战谷还不一定是这个结果 你听明白这逻辑没有 就到底是翁同河害了甲午这个北洋水师 还是说北洋水师自己没有这个自知之明 因为这个仗啊 不是翁同河给你打的 你就算你最弱 但是人家该拨银子也给你拨了银子了 你北洋水师也是全中国除陆军以外 不是 比陆军都有钱啊 那海军 最多的钱都给你了 你至少得击沉一艘快艇吧 击沉击沉一艘军舰吧 这么多船 他没有一艘都没有击沉 那你咱们自己想到底是甲午这个海战 这个北洋水师到底能力怎么样 就这帮学了洋人技术这些人 他能力怎么样 还是他什么 他作战指挥能力怎么样 自己想 他知道知不知道 自己和什么 和现代军事的差距 那这些受了西方文明教育的这些人 他知道还是不知道 这个需要你自己去琢磨 我呀 给你提个问题 你自己去想 翁通河都知道甲午 这帮北洋水师打不过洋人 翁通河都知道打不过 然后北洋水师这帮人知道 我打不过 还是知道我就能打得过 那你说到底谁 谁猜是 最能看清这个北洋水师实力的人 我觉得这个确实啊 自己好好品一品这个 这安然袁老师那视频的逻辑吗 然后我想说啥啊 北洋水师啊 并不像大家想 这个北洋水师的战外 和甲午战外 好像原因就怪一个北洋水师 我也不认为 他肯定是想什么 获胜的 没有一支军队的将军 想什么战败的 这个逻辑没有错吧 都是想赢 但是你看 他还是打败了 而且没有击沉一艘军舰 那很多人就说这个技术 像袁老师自协说 哎呀咱们这个技术啊 还有什么方式 好像不如别人 但是你的技术是跟谁学的 是跟英美啊 当时是英国和德国 船是在人家定的 对吧 同样日本也是船是在那定的 为什么日本的船定的 就比你这个船先进 而且日本船 据我所知 日本船是什么 吨位还比你的小 它只是什么 武器先进 武器用了什么 速射啊 速射炮 所以你看 它可以不断的打你 你呀 半天能打出一发 对不对 那你这种东西 是不是就算在那哪 在你的顶层设计时候 你这个 北洋舰队顶层设计的时候 这个作战的理论就错了 这个作战理论咱们找找是谁 谁制定的作战理论 就不要埋怨下边打仗的这些什么 舰长啊 军事的这些长官啊 还有士兵 他们是执行你的作战理念的 这才是懂军事的 你首先得有个军事理论 然后变成什么 实际的这个操作 然后士兵啊 军官啊 去掌握你的这些操作 按照这个执行 你现在像袁老师 还有中国有些这个 说甲骨战争 总是埋怨什么 埋怨下边执行命令这些人 什么舰长啊 船员啊 那抛打里有没有沙子 细枝末节 你就抛打里没有沙子 你也打不过日本 因为你的作战理念就错了 你上面就对对日本的作战理念 日本这个海军的作战理念 和你中国甲骨这个 北洋水师作战理念 它就不是一个层级的 甚至不是一个时代的 这个是要命的东西 现在好多人不点不提这个啊 又给你提个问题 自己想一想 这才是关键点 另外啊 我再给你啊 怎么说呢 升级一下 我之前一直说了 当时清朝已经什么 已经是东北亚地区强权 那么最讨厌东北亚地区 出现强权的是什么 是海洋文明 是英国 大英帝国 之前利用这个民族矛盾嘛 就整了一个叫这个长矛 就是那个太平天国 清朝啊 财政已经吃紧了 勒紧扑腰带 弄出了一个北洋水师 谁最希望北洋水师被干掉 海洋文明嘛 所以我告诉你啊 最后是什么 英国人支持的海洋文明 日本 打败了什么 大陆文明的代表 满清 很多人不理解啊 你从英国 还有日本 有些这个甲午战争的回路 我也看过一些啊 里边提到过 日本有些情报 是来自于在清朝的 英国啊 或者德国 外国的什么 传播公司 船员 有些船长 实际就给日本人当什么 当间谍 清朝的这个船 几点几分 从那那走 到几点几分 啊 我要在朝一半岛 什么什么地方登陆 舰长都往外发电报 这个东西 都已经公开的信息了 就是英美 还有这些 这个西方国家 实际上和日本之间是什么 有秘密联系 来共同对付清朝的 这个怎么没人讲呢 这人家的 回录都公开了 是清朝整个跟什么 跟海洋文明在夺战 不是说光跟日本 英国 英国那个 那有些轮船公司 特别从那个香港 那个地区 有多少那些间谍组织 在那 把中国的一些情报 往日本发 所以的了如指掌 对你甲午 甲午这个海战周边情况 没人讲这 好像中国就跟那个 一个日本打 错了 中国在与整个海洋文明 在作战 日本又是这些海洋文明 支持出来 跟你挑头打的 就是为了什么 瓜分你这个陆地文明 把你陆地文明 切碎了嘛 最后看甲午战败以后 又什么八国联军 直接就想瓜分你中国 就冲着这个套路去的 你这点也不讲 是不是 好像这个中国 就对着一个日本 马有这个日本 靠一个国家能力 他没有那个能力 没有那个能力 是整个海洋文明 与这个日本合作 用日本来敲击 大陆文明板块 整个给敲碎了 最后变成什么 军阀混战了嘛 民国了嘛 中国到民国 你看看 整个就散一架子 就半殖民地了嘛 半封建半殖民地 你再看啊 不信的话 打完甲午海战以后 英国与日本结盟了 为什么打完甲午海战 英国就与日本结盟了 为啥呀 你为啥 你想想为啥呀 他可以亮明底牌了 我直接支持你日本了 之前还是什么 还是大陆文明板块 这个清朝实力还够 还看不清形势 日本一下把清朝吃掉了 那马上英国就明白了 清朝完蛋了 咱们可以瓜分他了 和日本一下子结盟 结盟是什么意思 你要啥我给你啥了 是不是 这是盟友关系了 那日本呢 进一步加强 对朝鲜半岛控制 然后呢 连俄国都能打败 连俄国都能打败日本 最后呢 1931年918 37年七七事变 把整个东北 东北亚全部控制 一直打到他们南边 打到印度了 南边打到那个快到澳大利亚了 就偷袭珍珠港 养虎为患 把你养大了以后 把整个东北亚 是不是 都占领了 都控制了 结果英国人 发现不对啊 英美啊 这海洋文明发现 把清朝弄掉了以后 结果是日本又强大了 又成为东北亚一个强权 打掉他 二战一爆发 日本又被人知己了吗 日本 你看现在日本 被人家美国驻着军呢 所以海洋文明 绝对不能让东北亚 出现一个强权 这才是逻辑 为啥打败 他必定打败 因为当时的清朝 不是和一个小日本在作战 清朝这个甲午海战 是和整个西方的 这个海洋文明在作战 他就要肢解你 所以你不要以为清朝 整个这个北洋舰队 是和整个日本日本海军在作战 你要把这个思维扩大出去 要从这个地缘呢 还有这个文明冲突 这个理论 你再一看 你看清朝 那就那就正常了 肯定一艘船也急不沉 整个世界上最先进的海洋文明 都想来瓜分你中国 把你把你清朝这个海军打败 你怎么可能打不败呢 最主要就是说 反回来再说理论 那清朝那帮是不是 军事理论专家 军事理论家 他有没有这种思维 两个文明在对抗 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在对抗 他不知道啊 他不知道更高的理论 他只知道什么理论 我跟日本在打 那他就不想着什么 西方肯定会支持日本 甚至偷偷的有些技术就给日本 有些情报就给日本 他不会想这个 他认为我就是跟日本打 西方都当个中立 他不会 是吧 不会参与 你想多了吧 最后怎么样 回录写出来 人家都给你支持你 都支持日本 为的所有这些 看到都是什么 都想让中国战败 都想瓜分中国 西方啊 还有当时的这个海洋文明啊 英联邦这些 他没你想的那么好 袁老师 他是想一直要清朝 变成啥 变成四分五裂的 就像那个当时的印度似的 给你割成无数块 齐块论拔块论吗 然后我一口一口就能吃你了 你吃大饼 你也不能一口 把大饼全塞在嘴里 撕一点点撕 一块一块往嘴里吃 你这就能理解 为啥甲午战败了 翁通河 他只是什么 只是看清了这个 北洋水师不能打 他也知道 北洋水师不能打 北洋水师能不能打 得问北洋水师的人 但是更高级的 作战理念 还有这个军事理论 你得从文明对抗 这种准备 你文明的对抗准备 你就要防着英国 美国 还有当时的这个 海洋文明这些 支持日本 你没有这个准备 那你这种对抗 你按照什么准备 光对抗日本 光对抗日本这种准备 那你准备不足 你战败是应该的 所以首先 你没有理论高度 明白吧 没有理论高度 不知道这是一种文明的对抗 是你死我活的 他以为日本是对他来挑衅的 那你说假 那个北洋水师 一下子不就是 他没有认识到自己 适合什么 适合整个西方文明和海 整个海权国家在作战 如果他要认识到了 当时如果这个理论 他我今天说这些理论 他知道是什么 海洋文明与大陆文明在对抗 我觉得清朝绝对不会派 这个北洋水师 就这么贸然就出去了 他整个作战计划就会改 我集中优势兵力 我可以去什么 打你的补给线 让你现在在那 现在辽东登陆 或者现在北 把朝鲜半岛登陆 让你 但是你得什么 你中间得有补给 那我集中优势兵力 我就整个作战计划 就变成打你补给线 或者把你日本岛 封锁住 有些地方封锁住 让你战场 不是那么舒服 可以运兵运粮 那整个就不一样的作战计划 你看看当时 甲午海战时候 最初的作战计划 那跟撒大米一样 以为我到哪 别人都怕我 那你能是 有这种作战计划吗 啥都不怕 跟标的呼的 就是冲上去了 结果跟人打了一上午 黄海海战吗 一艘船的没寄沉 结果自己开着军舰 他妈在海上开着船 去撞别人船 就打成这种水平 很英勇啊 但是底下作战的军官 舰长 船员很英勇 但是顶层的设计 顶层的军事理论 还有顶层的文明冲突的认识 完全错误 他以为是清朝和一个小日本 在什么 鸡蛋打石头 这么打 你错了 整个日本这后面是一个什么 一个海洋文明 要什么 要瓜分你 那你说你这准备能准备足吗 那就回到温东 温东和最初时候说那句话 北洋舰队你自己 知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我觉得温东和问这个东西 虽然他有各种不同的目的 但你北洋水师 北洋舰队你们自己的人 知不知道 西方文明有对你那么好吗 你包括现在看见没有 网上造谣 舆论战 科技战 贸易战 甚至直接来什么 来颠覆你政府 到处散播谣言 就是西方啊 就是海洋文明对大陆啊 什么香港台湾 你看看他造谣 甚至还要想直接出兵呢 分裂你中国啊 把台湾岛画出去 就是海洋文明对中国的这种 这种对抗 我觉得要全中国 全中国人从甲乌海战 这个事要认识到 我希望袁老师也能从什么 更高的高度 文明冲突这个角度 来看现在的历史 现在这个事 发生的一些时事和历史 你就能更明白 为什么打败了 你也就不会老天天说着 学西方的这帮人 被什么 被那帮这个 元老派或者是 保守派攻击 我们这边 像我们袁灯飞这些 喜欢西方 喜欢舰船知识 你知道舰船知识 你喜欢西方 最后西方也要打败你 为啥文明的冲突 元老师 你千万要记住 西方表面说给你这些东西 不一定啊 你就能打败西方 也不一定就能啥 让中国崛起 你得从文明冲突这个角度看 你为西方 马首是瞻 最后的结果呢 你看看 甲午海战不也样 就是要分裂 你击败 你瓜分 中国现在好像没有大 没有太多的这个理论知识 能上升到文明冲突 就是军事准备 还有这个军事理论准备 都不够 都是什么 以为跟一个点 跟一个什么什么 一个国家 单个国家要作战 你得上升到理论高度 往更高的层级一看 你那个时候 你整个人看出来这个世界 还有那些历史就不一样了 不要老以为是什么 这个什么 这些这个保守派 好要攻击你们这些革新派 什么的人 我能听不出来你这话吗 袁老师 你不就说吗 这些保守派天天不听我们的 你不听你们的 是 但是你们得自己的 自强啊 那甲午 刚才问东河问你们 你们自己知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啊 你如果自己有自知之明知道了 那你该怎么做呀 不还是打败了 一艘传媒几沉 不还是这句话吗 你们自己知不知道有个理论高度 叫文明冲突 自己都不知道呢 你不也反过来把所有的怨气都怨到什么 保守派呢 你跟保守派是一样的吗 你们俩互相怼吗 保守派说你们笨 你说保守派 是不是 故意坏我们 你们俩还在内斗 不还是中国人互相内斗吗 你站到更高高度 这是文明的冲突 这哪是内斗的事 你们俩一下子不恍然大悟了 这不是内斗 所有的西方国家都支持日本 要瓜分中国 那你中国这怎么可能赢呢 那你就换一种思路 明白吧 思维提升上去 别老是说西方好 西方好 西方啊 他西方人也有个底层逻辑 海洋文明永远就要瓜分大陆文明 敲击大陆文明板块 他才能获得什么 获得利益 袁老师你得改一改你世界观